人家一樣停在這邊的車子啊 也是黑色 一樣是黑色 可是人家就完全沒有事情 然後我的確定是融掉 所以到底是什麼情況 七萬買新機車 禁欲熱融化 台灣山葉說 原因調查中 很多條 這車殼整個都跨溶解了 對 滿誇張的 也才騎這樣子而已 算是很新的車 曾小姐上個月買了一台 價值七萬的黑色YAMAHA機車 沒想到騎不到一個月 車殼竟在太陽照射下溶解 19號幫我領的車牌 然後我20號去簽的車子 然後到上個禮拜的 就是8月17號 然後就變成就是融掉 放在太陽底下這樣子 然後兩三個小時 就融成這不得性 他先跟機車行的老闆反應 但是老闆表示無法賠償 折射原理無法賠償 大自然的原理也無法賠償 不是屬於公司的設計瑕疵 無法賠償 所以他也很無奈 他說做21年頭了 第一次見到大自然的力量 但是曾小姐認為 這是新車 同樣停路邊 你的車都沒事 為何他的車會有事 我打電話去YAMAHA 你們這麼大一家公司 然後可是你們就是 好像有點在推脫的感覺 那確實一直蠻奇怪的狀況 所以我們公司目前的決定 就是說我們免費先換一個 那個塑膠外殼給他 然後那個外殼 我們會來做調查 消保官則表示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 業者的商品 必須符合當時科技 或專業水準 主管他的那個車子的那個部位 他有去抽檢 如果他每一台都這樣的話 他全部要下架 不能買 突發中心新竹報道